上次我們講到,加數其實是有一個表要背的 對了,就是這個了 那呢,今堂我就當大家已經背了這個表了 那我們繼續講一下超過一位數 加超過一位數的情況之下,我們要怎樣加 例如這裡,61加32 那我們可以怎樣加呢? 那我們會用值息的方法的 首先,寫了61在這裡 然後,加32 那就把32寫在61下面 對了,加的符號,把它加起來 很簡單,就像這樣,個位數加個位數 如果大家 對表的印象有點模糊的話 在這裡可以給大家一個提示 那呢,個位數是1加2 那3,就在這裡拉個3 對了,1加2等於3 那6加3等於9 6加3等於9 好 那呢,這樣就做完的 那呢,這樣就做完的 61加32就等於9 3的 這樣選個雙等好 代表你的數已經做完 那這個就是值息的方法 再說多一點點 那呢,第一步就是1加2 就算出個3 這步沒什麼問題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先寫第一步 是6加3 是6加3 這步沒什麼問題 那第二步呢 是6加3 是的 第二步這個6加3 其實是 我們是進行一個10位的計算 就是 這個個位 這個是10位 那呢 你當然可以用6加3等於9的方法 計算出這個答案 那但是 其實呢 它背後 是在做另外一樣東西的 就好像這裏 61 大家要把61式的刷開 就等於 60 加1 而32呢 就等於 30 加2 那如果我們把後面這一部分加起來的話 那麼 個位數加個位數 1加2就等於3 那而10位數呢 就是 60 就是這裡 60 加30 那其實就等於90 那你如果 把後面這一部分 90加3加起來呢 當然也可以得出 我們93 這個答案 那說這麼多東西做什麼呢 其實這一部分 對於後面 例如 減好啊 或者 減法 或者成法的數學基礎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所以 就在這裡說一說 OK 講完 Side Track完之後 我們 講下一條 位 對了 那這次呢 就講 多位數 超過兩位數 究竟要怎樣算呢 那或者可能 大家 還未懂得讀這個數字 那其實沒什麼問題的 那 反正我們只需要 加到的答案出來就可以的 可能 那些數字太大 大家不懂得讀 這個是24,015 加7,839 那大家可能遲些會學的 不過不要緊 我們今集是講加數的 那 當然 第一步就 計個位 那 連提示都給你了 那麼 5加9等於14 那麼 咦 14 有兩個位 那麼我們要怎樣寫呢 就是這樣的 把4寫過來 對了 5加9等於14 那10呢 就寫在這裡 有一個符號 對了 14 那麼 可以告訴我 這個符號可以告訴我 當我進行 10位的加數 就是這一塊 1和3 加的人呢 就會記得加上這個進位 那麼 1加3呢 等於4 1加3等於4 那 不要忘記 我們還要加上這個 加上這個1 對了 1加3等於4 4加1呢 就等於5了 OK 那麼 0加8等於8 不要動過 很輕鬆 4加7等於11 一樣啦 先寫個1字在這裡 然後這裡加個符號 那麼 2 沒事啊 2 那就不要緊啦 那就拉個2下來吧 但是這裡又要加1 那麼 變成2加1 就等於3了 那麼 這個就是這一條的答案 一個雙等好 不好意思 挖歪了 OK 那麼這次來最後一條了 這次沒有提示了 那就要大家用回表的數字了 開始了啊 由個位開始 由右手邊開始 1加2 等於3 7加6 是13 3 13 7加6 是13 9加6 是15 加1 就是16 16 16 8加0 是8 加1 就是9 6加4 是10 10啊 7加2是9 9加1 都是10 10 8加5 是13 加1 是14 0加5是5 5加1 是6 3加0 是3 最後1 1 1加1 1加1 這樣呢 這條加數 就講完了 OK 到現在為止 應該無論多長 可能數字甚至長到你都不會讀的 但是 無論怎樣加法都好 你只要寫一條直式出來 就可以把它加起來了 OK 那就講到這裏